守财奴 从前有个财主 他把全部财产都卖了 他有许多漂亮值钱的东西可卖 所以他得了一大笔钱 但他没花这笔钱 也没有把钱稳妥地存在银行里 却买了一大块金子 把他深深地埋在地里 他每天都悄悄地到藏金子的地方 稍稍挖开一点 看看金子是否还在 然后再仔细地把土盖上 有一天 一个在园子里干活的人 偶然在树林后面看见他 他想 财主这么干真奇怪 他肯定不是在挖土豆 第二天 那个园丁又看见一回 他又想 那儿藏的准是金银财宝 埋藏的财宝归发现者所有 天一黑 园丁就拿着铁锹 把金子挖走了 第二天 财主像往常一样来查看金子 一看 一看 洞空了 他的全部财产都丢了 大吃一惊 他坐在空空的洞旁哭泣 邻居走过 问他怎么了 邻居知道出了什么事之后 马上说道 要是我啊 我才不为这事发愁呢 拿着这块石头 把它小心地埋在原来的地方 就当它是你的那块金子 既然你从来没有打算过 用那块金子干点什么 那么一块石头对你来说 和金子的作用是一样的